李大娘现在我让你不怀疑 那李大娘你冷静点 今天呢接到的这个委托有点特殊 李大娘的老伴走得早 现在一家三口呢 全靠李大娘一个人打烧命来养货 她的一个侄子呢 在三年前要买车 就问李大娘借了五万块钱 那当时说这个钱先用着 等李大娘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呢 立马归还给李大娘 但是现在李大娘需要用这笔钱了 她这个侄子呢却不肯给了 那我们现在跟着镜头过去看看啊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李大娘啊 郭老师我可算等到你了 您好 没事 你现在给我说一下 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我现在啊每次找他要这个钱呢 他总是说他没有钱 马上我的儿子不是要结婚了吗 我现在急得像人过上的蚂蚁一样 郭老师你一定得拜托 我拜托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没事啊 现在就是说你人现在搁家里边了 对不对 对 他天天来在这里 天天在这儿 那一会儿就出来吗 他一会儿就出来 他天天在这里和我们在小区的老头下象棋 好下 你确定他一会儿会下来是吧 会下来的 他在这这一片下象棋出了名的 那行 因为我这边不是不认识他吗 你一会儿要是看见他了 你就拦住他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好吧 好的 郭老师就是他就是他 大安一千别走 咋了咋了 咋了你今天还钱 你赶紧赶紧还钱 我现在没钱 你不想你 我让你还钱 这这我真没钱 你个没良心的 我让你不还钱 你让你冷静点 你先给他松开 不用我跟他说好吧 那个你这一婶你跑什么呢 你看我婶动不动就打我 我又不能打他 你赶紧还钱 我就不打你了 听见了吧 现在能好好聊这个事了吧 行可以 你看到我婶别让他打我这个 你现在欠你婶这个钱 我问你为什么不还呢 你现在一个婶带两个孩子 也不容易 你也知道吧 你是干啥的 容易不容易跟你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啊 我这份善解律所的 我姓郭 我受你婶委托过来找你 嫌让你欠人家五万块钱 这事了 这个钱你认识吗 没说不想认识 行认识 账我为什么不还呢 你现在知道你 马上八月份要订亲了吗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我也想保你我婶 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钱 不是 你现在拿你婶这个钱 也好几年了 现在你啊 他现在也要去订这个终身大事 这也不是说你一句没钱 就可以解决到了 明白吗 我用我七十几万块钱怎么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啥几万块钱 我挣钱容易不容易啊 一个烧饼他挣几毛钱 成天这个祈祷他 还打多少烧饼 能攒着五万块钱 你倒好张嘴 几万块钱怎么了 我婶打烧饼孙姻部挺好的吗 现在谁挣个钱荣耀 听他说这话我气得回来来来 李大娘咱们没必要生气 气坏了身都还不着 我来跟他说 他不还这个钱 那有的办法是他还钱 赵先生啊 我劝你呢 做人也要有点良心 明白吗 你现在要是基于这个态度下去的话 我们通过法律手段解这个事了 我啥态度啊 我说他不屎话吗 行了 你也不要说废话 我就问你今天这个钱 你能不能还 没钱还不了 没钱还不了是吧 那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们开始着手准备相关证据了 明天一早我把所有的证据材料 丢掉人民法院 你等着被起诉吧你 起诉啊 你们连欠条都没有 他说我亲身也没用啊 合着说半天 你这个人打这个算盘呢 你以为没欠条 这钱都不用还了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俩借钱的时候 你这本转账记录 你要能记录都有呢 还有今天我们这本全程录影录像 根据这些我们历案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要是不相信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过几天啊 你这边等着收法院的传票 等着准备开庭吧 好不好 不是 你看他说的 他要告我 你赶紧还钱 他就不告你了 是不是我不管 我挣的钱都给你孙子买奶粉了 我现在真没钱 赵先生啊 你用门在这打感情牌啊 我这边看你就有钱 故意不还呢 我现在真拿不出来 你让我怎么办 我现在不听你说这么多 我就跟你说明白吧 你现在不还钱 我们就起诉了 明白吗 等到我们这边 就是说 你现在我们历案成功之后 你呢 这边败诉只是谁样的问题 我们胜诉也是水到渠成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申请这个什么 强势执行 强势执行的法 又可以查封你名下的所有资产 包括你的银行卡 还有你的支付宝 如果说查询到 你有能力还钱 但是拒不还钱的话 这边可以判你一个什么 拒之罪的 这刚才怕你今天有期徒刑 我了解到 现在你家不是有个小法吗 今天才一岁多 到时候你出来的 上小三年纪了 你懂什么概念吗 这点钱有必要吗 有没有必要 不是你说了算的 像你这种老赖啊 必须让你吃着法律的苦头 你能明白吗 我告诉你 你一直在说你没有钱 没有钱这种话 你老婆天天美容严死胖呢 手机朋友圈里边 成天发自己出去车 玩了的视频照片 你这叫没闲过的生活吗 倒是看你婶啊 自己那俩孩子刚落地 你叔都走了不再了 他倒是为了这一家三口啊 气到贪黑的柴米油盐 搁着干着 大烧病的 你有确实说你没闲这话吗 我还是劝你啊 不要因为这五万块钱 失去你现在小家的幸福 明白吗 行行行我下个月 我下个月还行不行 我想想办法不耽误我 定亲 下个月你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你不要找借口推时间 我现在过来就问你 今天能不能一次 就还这五万块钱 现在还不了 我没有那么多 你没有那么多什么意思 那你现在有多少 你可以先还一部分呢 我现在最多还三万 现在还完这三万 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 那钱也不是你的 你饭门给人心头 你先把这三万块钱 给你手转过来 快点了 行行行 我请 转好微信 微信转过去了 你看一下 带着咱看一下 是我对不对 十四万块钱吧 郭老师收到了 收到了是吧 行 那转过来那没问题了 好吧 钱我也给我审了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事没完呢 好吧 走 咱不是还有两万块钱的吗 对不对 还有两万块钱 我这边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必须在三天之内 转给你审 不然的话我们正常 还是要走程去起诉你的 行 这两天 我嫌要办法行不行 行 咱记住了就行好吧 那你走吧 好吧 郭老师 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帮忙 我就是再打他 他也不还我钱了 太感谢你了 没事 没事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如果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咱不要再自己想着就找到药了 你要一次两次他不给你 你那就要考虑动用法律的手段 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老赖是无关申论的 你这边不动用法律武器 你费再多的口舌 他这边会替你考虑吗 不会 对不对 对 郭老师说的对 那是这样 刚才不是也说过了吗 下周他如果说这个钱 还没有转过来 你倒是再联系我 好吧 好好好 各位粉丝朋友们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老赖的嘴脸 如果说你没有戳闹他的一个痛处 没有动用法律的武器 他是不会考虑主动还钱的 如果说屏幕前的你呢 也遇到相关的问题 咱们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捍卫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你也遇到欠款问题了 欢迎你来与我聊聊